Hello大家,那今天这期影片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买买买总结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有的很喜欢,但是也有的不那么的满意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回国买到了一双鞋子 是一双银色的玛丽真鞋,它真的巨百搭 它的这个鞋头呢是一种偏方头一些的 后面呢是两厘米的方跟,很有时髦感 然后它上面这个地方呢是三根绑带 这个绑带是固定好的,就可以像这只这样后面是这样交叉着 也可以三根绑带这样平行的绑,给人的感觉会有一些不同 那它这个鞋面呢是牛皮革,里边的这个鞋垫是羊皮革 然后再加上有一定厚度的抛棉 所以不管你是穿着袜子还是赤脚去穿这双鞋 它都很舒服,完全不会打脚 我自从买了它之后穿的频率超级高 我真的穿了很多很多次 它这个皮子这儿我觉得也还是挺耐磨的 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褶皱啊 再有一些小小的那种磨损 但是穿在脚上是完全看不出的 这双鞋我买了之后呢,我们家姐姐也看上了 就是她非常非常的喜欢 她觉得这双鞋就是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就给她买了一双类似款 那双鞋今天被她穿去学校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就是拿到镜头前给大家看 那双鞋不是百利家的 但是那个店铺我也买过几次 就他们家的鞋子其实都还蛮舒服的 里边的鞋垫还挺厚挺软的 像我们家姐姐穿着一天就是走路完全没有问题 跑跳也没有问题 她赤脚穿也从来没有磨破脚 他们家那些款式呢 也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女孩 大概五六岁七八岁都很喜欢的那种样式 也都蛮好穿蛮好搭的 好,接下来呢是一些珍珠的饰品 都是来自Gingerberry家的 我现在已经30多了嘛 真的是越来越喜欢珍珠这个单品 很多人可能一听到珍珠就会觉得有一些老气 但其实我觉得珍珠也可以很时尚 而且珍珠戴好也很百搭 会衬人的皮肤很有光泽 显得人更有品味更高级 像我们这种方脸型人 珍珠真的跟我们很适配 大大方方的显得人很有气质不说 还会显得人很有贵气感 同样呢也很修饰脸型 那首先呢就是我现在耳朵上戴的这个珍珠裸珠耳钉 那这个呢是由一颗11到12毫米的Aurora 就是欧罗拉极光珍珠和18K金组成的 那欧罗拉极光珍珠呢是在淡水珠里边品质最优秀的 尤其是像这种圆润而且品质很优良的 就特别的珍惜 那这个颜色呢它不是纯白的 而是随着光线变化会呈现出一些淡粉啊淡紫的颜色 再加上它的这个光泽感真的可以提升你穿搭的质感 那这个大小呢戴在我们这种方脸贴面上就刚刚好 会显得我们很温婉大气 而且就是你从正面上能看到 它是有一定修饰脸型的效果的 这对裸珠耳钉我觉得它也很日常百搭 任何穿搭戴上它都是那种恰好的点睛之笔 完全不会过分的抢眼 那搭配这个裸珠耳钉呢我还选了一条这样的珍珠项链 那这条项链呢也是Aurora珍珠 它每颗的大小在6毫米到7毫米之间 形状呢是近圆形 反正我肉眼看它们啊 就是它们真的是几乎长了一个样子 而且也是都没有瑕疵的 那这个珠子的大小呢我觉得就很百搭 不管你是什么脸型 戴它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很突兀 这条项链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长度 它呢是40到45厘米 它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调节扣 调节长短非常容易 就直接拉动就好了 你看我现在把这颗珍珠项链调的短一点 这是它最短的长度 刚刚好卡在我们锁骨这个地方 把它拉到最长呢就是在锁骨下方一点 这个长度对方脸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 就会显得人在优雅精致的同时 又不会显脸大 那这条项链如果单戴的话 像搭配小裙子呀 衬衣呀 或者像我今天这样的毛衣呀 甚至是T恤衫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也可以迭代 就你随便戴一条戴坠的项链就可以 那你的吊坠呢可以像我这样是珍珠的呀 或者是那种普通的吊坠项链都可以 长一点的呀 短一点的呀 跟它搭在一起都很好看 很百搭 那我这里搭的这条呢也是Jenry Berry家的 这条珍珠项链就是Arcoya海水竹了 那它呢是由7颗4.5毫米到7毫米之间的 Arcoya珍珠和18K金组合而成的 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Mickey Moto 也有类似的款式 不过它那条呢是5颗5.5毫米到7毫米的珍珠 两条同样都是Arcoya珍珠 也都是18K金 Mickey Moto这条呢要卖到3150美金 Jenry Berry这条的7颗珍珠 它才只要499美金 价格不及Mickey Moto的六分之一 那Arcoya珍珠是被认为珍珠当中最具透明感 而且最具光泽感的 那对比刚才的这两条项链 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Arcoya确实要更亮一些 在不同的光线下看呢 它会泛着灰紫和灰粉色的那种光 Arcoya的光泽呢我觉得就更具朦胧感 就有点像皮肤磨皮了一样 那这条项链呢除了像我刚才那样 7颗珍珠并在一起戴 它还可以把这些珍珠拆开做成一条满天星 我觉得满天星搭配小裙子是超级好看的 不想要7颗珠子那么多 你可以把边上的这几颗珠子滑到背后 这不就只剩5颗珠子 跟刚才Mickey Mojo的那条项链一样了吗 那你可以把边上的这6颗珠子 全部都移到背后 做成一颗单颗的珍珠项链 就更加的日常百搭一些 那这根项链变成满天星的时候 就可以搭配他们家的 这个满天星珍珠耳环了 那这对耳坠呢是由4毫米到6毫米之间的 Arora圆形珍珠和18K金组成的 虽然这个耳坠呢是Arora珍珠 但是我觉得它的亮度也蛮高的 戴上之后立马就修饰脸型了 优雅感也上来了 那它除了可以做成这样的耳坠 它还可以把上面的这个流苏拿下来 直接单独佩戴它上面的这个耳钉 你看就变成这样小小的一个 非常的低调 就给你日常的穿搭 做了一个这样小小的点缀而已 他们家最后的一个单品就是这个 可变性超级高的一对珍珠耳环 那这对珍珠耳环呢是9毫米到10毫米之间的 Arora珍珠搭配着纯银 它的这个珍珠的亮度其实也蛮高的 还发生这种粉色的光泽感 跟它上面的这些银色和小碎钻 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呼应 你看这对耳环就这样戴上去 会非常的修饰脸型 百搭又优雅 但如果就是你觉得 哎呦我不想要那么优雅 我想要一点就是那种酷酷的感觉 你就可以把它这个珍珠拿下来 它这个珍珠是可拆卸的 就只戴它上面这个束圈 看 它就可以变得非常的日常通勤 任何人都能戴 拿下来这个珍珠呢 你可以搭配任何一条银色的束链 它就变成了一条戴飞珍珠项链了 就相当于你买这一对耳环 就可以拥有三组不同的造型 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反正Gingerberry这个品牌 我觉得不管是从 它珠宝的这个品质上 还是包装上都是很不错的 不管是买来送给自己 或者是拿来送礼 都是很合适的 那它们现在官网呢是搞促销 在9月底之前 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的 然后我这里呢 又有一个专属的折扣码 那这两个折扣呢 是可以相叠加的 如果你长草了珍珠单品 又想买一个品质比较好一点的话 我还蛮推荐这个品牌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护护品和彩妆品了 先说个我不喜欢的吧 就是安黛晒的这个蓝色的防晒 这个防晒它刚上脸的 那个使用感真的是绝了 难用至极 它挤出来这个膏体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厚重 非常的不好推均匀 而且你看到了吗 它巨白无比啊 它不但很白 它还很油 你涂完之后就像那个珠缸链 又上了一层高光膏一样 你看我在手上这样推 能看到吗 它其实就是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你才能把它就是推均匀 然后推完了以后 聚泛白 如果你把它推匀了之后呢 你不要动它 你等个五分钟 它成膜了之后呢 那个油膜感会轻一些 泛白的问题呢 也会稍微的弱一点 这个时候呢 你再铺上一层定妆粉 它就是刚刚好的那种 微物感的妆效 是还挺好看的 但是前提是 你得把它推均匀了 反正这个防晒 应该是我最近这五六年吧 用到的最油 最泛白 最难推均匀的物理防晒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完美小红笔的 这个第三代 这个呢 是它的第二代 你看我基本上 已经快用完了 我还是挺喜欢的 它的容量超大 正常的眼霜 眼霜是15克嘛 他们家的这个眼霜是30克 就每次用起来 完全不用心疼它的用量 我是不是就会拿它后敷 我就是眼周 包括我像 抬头纹这个地方 然后再进行按摩 让它吸收 就我这么个用法 我还用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到现在还有呢 它的滋润度还是不错的 好吸收 不糊眼睛 我最最喜欢呢 就是它前面戴的这个按摩头 它可以这样滚动按摩 你把手放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有震动 就变成了震动按摩 那三代呢 相较于二代来比 它的这个 就是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它的这个盖子 是有变大了 我觉得这个升级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二代 因为它这个盖子 在你手上有护肤瓶 比较滑的时候 它这个盖子是很难取下来的 那三代呢 因为它盖子做的很大 就很好使劲 很好用力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而且这么大的盖子 就你随便把它立在桌子上 它也立的更稳 缺点呢 就是这个盖子相对来讲 会沉一些 如果你要带着就是旅行的话 它会更加的有重量感 而且也更占地方一点 那三代我用下来呢 我觉得它在吸收速度 加快的前提下 不减它的滋润度 成分依旧是25%的盖胎 但是配方有升级 就更加的专注弹纹了 那它里面还新添加了 雨螺三环胎和超导胎 确实弹纹的效果 要来的更好更快一些 容量还是很大 30克 也配上了它的这个按摩头 它不光性价比更高了 就是整个的产品也是很好用的 然后再就是 Ole新出不久的这个黑面霜 这面霜它刚出的时候 我的小红书 一直不停地在给我推送 但当时给我推送的是 它的那个精华 所以我就先买了精华 超级好用 然后面霜出了之后 我就去买了它的面霜 精华我在国内已经用完一个了 我之所以没有回购 再带一个回来 是因为它的这个罐子 真的是太沉了 就是它这个质感 真的是沉甸甸的 所以我只把我没有用完的这个面霜 带回来了 精华呢超级的好推好吸收 滋润度我觉得也不错 重点是它的淡纹效果 真的是肉眼可见 我用了不到两个星期 我额头的抬头纹 就明显的淡化了 精华的质地呢也比较水 像白天晚上啊用都可以 那这个面霜呢 它滋润度是很好的 要比精华还要好 但是淡纹的效果呢 我觉得是要弱于精华的 但是它的修复效果更好 我之前在大太阳的洗礼下 又爆皮了 那几天呢 我就每天晚上后敷它 大概敷了三四个晚上 皮肤就完全好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想淡化动态纹的话 精华的效果会更快 但如果你想要保湿修复的同时 能温和地看老的话 我觉得面霜会更加地适合你 好 接下来呢 是这把梳子 没错 它断掉了 我这个视频 但凡要提早个两个星期录 它会是我强推的单品 但无奈它断了 这个梳子 我是从淘宝上买的 就是回国的时候买的 它的单价其实不便宜 但这把梳子是真的很好用 它整个呢 其实就是拼起来 就是长这个样子 梳子还蛮大的 你整个头发 你不管是长还是短 梳个三四下 就完完全全就梳开了 它上面的这个梳尺呢 是比较有韧性的 但是又很柔软 梳头呢完全不会疼 柔柔软软的很舒服 然后下面的这些棕毛呢 就可以帮你抚平你头发的一些毛鳞片 这样在梳的时候 头发就会变得非常的柔顺 也会增加一定的光泽感 就这把梳子 你梳起来 我先拿这个给大家试一下 就它会让你的头发 边有光泽感的同时 还增加了一些蓬松度 你看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梳一下 头发很容易就梳开了 会让你的头发显得质感很好 而且它的这个形状 就是你在上面卡了一些头发 就你那个手 只要这样轻轻的一抓 上面的头发就被清理下来了 这把梳子它要是不断 它真的是哪儿哪儿都好 但是就是因为我是 可能就是带回来的时候 把它放在拖运箱子里边 因为它确实这些地方 连接处什么都是比较细的嘛 可能不小心掰了一下 又裂纹了 回来以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自己就断掉了 所以如果这把梳子 就是你只是买了 就放在家里用 不会把它放在行李箱里边 这样来回的折腾的话 我真的很很很推荐 你去试一试这把梳子 不管你是细软它 还是那种沙发毛躁发质 都可以用 毛躁发质会给你梳得很顺 然后细软发质 会让你的头发 有一定的蓬松度 有一定的空气感 我会再考虑一下吧 我可能还会再回购一把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接下来就是彩妆 首先是一大饼的6号 我之前用一大饼 都是用他们家的1号 但我看网上有很多人 推荐他们家的6号 我就买回来想试一下 我用下来 我还是更加喜欢1号 1号上脸会显得人更清透 而且铺完之后 肤质一下子就变好了的感觉 肤色也会更加的均匀 亮白一些 毛孔也小了 控油的效果也不错的 同时还不会拔干 也没有妆感 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 那6号呢 也是纯哑光 但是它是带有一点粉调在里面的 上脸之后呢 它会更提气色一点 但是它隐形毛孔和均匀肤色的效果 我觉得是不如一好的 而且它真的只适合干皮 我夏天拿它用 不一会儿脸就又油了 所以我觉得 要不然它就只适合大干皮 要不然就比较适合像秋冬天呀 皮肤比较容易干燥的时候去用它 好 接下来呢 是3CE加的这个气垫 这个气垫它刚出的时候 我看大家都在说它是YSL粉气垫的一个平替 我个人真的超级爱粉气垫 我虽然没有跟你们推荐过 但我平时真的用它用的很多 它一定会进入我的年度爱用 我当时想的是如果它真的是平替的话 那就太好了 因为它确实相较于粉气垫来讲 便宜了不少 买回来之后呢 我发现它们两个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比较相似的地方可能就是滋润度吧 但有一说一 粉气垫的滋润度 还是要比3CE的好一些 而且它不管你的脸状态好不好 脸上有死皮 它也能给你压下去 3CE的这个呢 我觉得在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 脸上拔干呀 有死皮呀 用它是压不住的 而且这个气垫 它是几乎没有遮盖度的 如果你脸上有痘印呀 或者是比较重大的瑕疵啊 你就完全别指望它了 我觉得这个气垫 它只适合你本身皮肤底子就特别好 然后拿它来挤上添花的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吸油纸 这个吸油纸的噱头呢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补妆的吸油纸 那它附带一个粉铺 这个粉铺上这里是带一个双面胶的 然后你每次用的时候呢 你就这样啪 一沾 它就是一张吸油纸 它每一张吸油纸上都带有一层薄薄的粉 你脸上如果化妆出油了呀 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在脸上 这样按压 它在把你脸上的油分吸掉的同时 上面的这层薄薄的粉就会附在脸上 达到了一个补妆的效果 它吸油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脸真的一秒就清爽了 而且它这个设计就是 粉铺上带双面胶 直接粘这个吸油纸 也还蛮方便的 用粉铺这样去吸呢 角度什么的也比较好找 但它这个补妆的效果就有一点太微弱了 因为它上面这个粉太薄了 完全达不到那种很完美的补妆效果 但倒也不会让你的妆面变得很斑驳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化妆 而且经常用吸油纸的人 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产品 但前提是你买它的时候 对它的补妆效果 希望不要太大 最后呢就是Vizia家的一盘眼影 它的色号呢是Cool Original 那他们家之前出过一盘呢是Cool Mads 那这两盘呢都是冷色调亚光盘 颜色其实有很多的相似色 那这两盘里面呢都包含了 灰调的粉紫蓝绿等颜色 不同点就在于 Cool Original里面的颜色 饱和度相较于Cool Mads里面的颜色 要更低一些 明度也更低 而且它里面的灰调 紫棕色还是挺多的 所以上眼之后呢 它的新手友好程度就提升了 它里面是没有非常跳脱的颜色的 上眼比较安全 但也有一定的可玩性 它里面的这个粉色啊 你看着它是有点可怕的 但是上眼超级嫩 就是这个颜色它做的特别妙 因为像灰色呀紫色呀 这种颜色 尤其是叠在一起用的时候 画不好就非常的容易显老 显得妆感很厚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把这颗粉色压在上面 它的那种厚重啊 苍老老气的感觉 一下子就被压下去了 那Cool Mads这盘呢 我觉得就要更加适合 有一定化妆功底的人 这盘在色彩搭配上 相较于Cool Original那盘 就没有那么的日常使用了 我个人呢 还是更加喜欢Cool Original这盘 我今天的眼妆就是用这盘画的 它画出来的眼妆可温婉可冷艳 而且因为是纯亚光盘嘛 就是粉质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好 好晕染 持久度很好 显色度也很好 所以这盘我真的很推荐 我觉得它完全不是在炒冷饭 好那这就是我最近的买买买总结 不要忘记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